慈安与慈禧 魏龙豪 五丈南河说 您结过婚了吗 废话吗是不是 没结婚我那几个孩子 是哪来的 哦 对 结过婚了 您是哪年办的喜事来着 民国五十二年 西里 那是一九六三 几月 十二月 几号 二十五 娶几个 俩 他还 他也这么绕着我 是不是 又还玩不转 他还娶俩干嘛 现在有很多人 都是俩老婆呀 哎呀 就算有 为父也不多 可不少 不可能 哎呀 早年结过婚 追随政府迁徙来台 把黄脸婆扔到大路上了 那是来不及带出来 到了台湾不甘寂寞 又娶了个番薯婆 对了 你几个孩子 四个 啊 还生了四个牌子 啊 这说我 说别人呢 对得起你吗 嘿 你叫娶俩老婆 还水间不开花 根本这儿装算啊 啊 干什么呀 这谁愿意这样呢 那不是大小剑赶的吗 哦 像这样 被时局所琢弄的人 少吗 嘿嘿 跟我这样 同意族类的人呢 为数还真不少 那你怎么说 娶俩老婆的不多呢 说呀 我说什么呀我呀 这是时代的悲剧 环境所造成 值得同情 可以原谅的 哦 这么说 这应该是属于 天灾型的 人力没法抗拒的 嗯 有天灾 这必定得有人祸呀 怎么要出来人祸呢 哎呀 两岸开放以后 台商拥往大陆 投资设厂 假借业务需要 以征聘女助手 女秘书为名 挑选年轻漂亮的 大陆妹 任职服务 实则呢 买房置产 讨小纳妾 金屋藏娇 白嫁 一块上班工作 晚上一个屋里 吃饭睡觉 台湾有妻 大陆有妾 这儿有家 那儿有业 这种娶俩老婆的行为 算不算是人祸行为 没块 这种人哪 吃人祸 应该千刀万剐 哦 人家就应该千刀万剐 你就值得同情 我呀 一时 一时 时代跟背景不一样啊 哦 现在男女讲平等 一夫一妻 才是合法 那从前 专制的时候 一个皇上 娶那么些个媳妇 谁敢说什么呀 哦 你说的是封建时代 帝王时期 啊 那皇上究竟娶了多少媳妇 知道吗 呃 三宫 六院 七十二妃吗 这个数字准确吗 大夫就这么说 哎 哎 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答案吧 多少 没准 远了不及啊 按清朝来说吧 皇上一到了十六岁 就该结婚了 哦 该娶媳妇了 皇上结婚 那不叫娶媳妇 那叫什么呀 叫历后大典 历一位皇后 哦 这皇后就一位 哎 对 没有双皇呢 鸡蛋 皇后一下 那可就多了 都有什么呀 一等的叫贵妃 二等的叫妃 三等的叫嫔 四等的叫贵人 哎呦 皇后是一个 其余的贵妃 妃 嫔 贵人 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呢 多少呢 这么说吧 只要这皇上不死 三年就取一波 所以我到省年 没准 哼哼哼 真好有这么个灰丁 每三年呢 就选一回秀女 哎 这选秀女 又是怎么回事 要从满猛官员的家里头 选一批十岁到二十岁的秀女 往宫里头送 有那财貌出众的 碰巧让皇上看中了 这就当上贵人呢 也许选上贫 妃 贵妃 甚至于当上皇后 哦 真有这种麻雀变凤红的好事儿吗 有啊 慈禧太后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么入宫选上的呀 哦 她 想听吗 啊 好 我先上张测试 哎 不行不行 我这样 干嘛 你那么皮子买脸 那是你真能吊人胃口 这真是你接不眼上 你说 贤丰二年 宫里头呢 要选一波秀女 嗯嗯 硬选的呢 一共有六十人 哦 经过初选呢 留下了二十八个 呃 淘汰了三十二个 从这二十八个当中呢 再选 嗯 挑来挑去呢 最后就剩下俩了 哦 又有二十六个出局了 这俩呢 一个是后来的东太后慈安 哦 纽古路氏 一个是后来的西太后慈禧 哦 耶和纳拉氏 哦 慈安跟慈禧 都是从秀女选出来的 是啊 硬选的那天呢 他们俩往皇太后跟贤丰皇上面前一跪 嗯 哦 真是妈妈帮着儿子挑媳妇 慈安呢 长得是端庄俗雅雍容华贵 哦 慈禧呢 长得是容颜娇秀 媚太恒生 嗯 全够漂亮的 太后一瞧呢 是打心眼里头喜欢慈安 那 贤丰呢 贤丰看上慈禧了 哦 这娘俩的审美角度不同 按理说呢 皇上喜欢谁 谁就能当上皇后了 那就是啊 可是慈禧啊 倒霉 就倒霉在她那一口牙上了 黑牙根 大包牙 哦 又白又整齐 特别好看 那怎么说倒霉呢 因为牙长得好看呢 她说话的时候 老想找那漏牙的字 结果 皇后没当上 让慈安当上了 其实慈安呢 长了一嘴 李出外进的黄板牙 难看死了 哦 慈安的牙有毛病 哎 别看他牙有毛病啊 可他有心眼 怎么 牙不好看没关系 啊 说话的时候呢 尽量想方法不张嘴 让人看不见牙 哎 他反倒当上皇后了 说话不张嘴 那怎么可能呢 哎 不信你注意听吗 我给您小心 好好好 皇太后问慈安 你姓什么呀 姓什么 姓 扭咕噜 哦 扭咕噜 您瞧 扭咕噜 仨字 都是小口型的字 不用张开嘴巴 看不见那歪西柳巴的红板牙 前锋就问慈禧 呃 你姓什么呀 慈禧怎么说呀 慈禧一琢磨 论模样嘛 我们俩不相上下 各有千秋 可我这口牙呀 比他强 哦 又白又整齐 我呀 回话的时候啊 得想法把这口白牙露出来 那 他是怎么回奏的 呃 叶哈那拉是 适合那拉长生 是 俩嘴唇上下一分 好把那牙撕出来呀 哦 那拉是 可不得 咸峰一看 喝 这口牙 好似排育一样啊 没呀 太后又问慈禧 嗯 你 多大了 十五 十五 我不用张主 咸峰又问慈禧 你 多大了 慈禧 多大了 他比慈安大一岁 十六了 十六不行啊 十六 露不出牙来呀 那怎么办呢 灵机一动 嗯 我明年十七 废话后年才十八呢 太后又问慈禧 嗯 你 家住哪啊 嗯 哪子府 这这字都不用张主 咸峰问慈禧 你家住哪啊 慈禧住哪啊 慈禧住在李广桥 哦 不过这个桥字呢 露不出牙来呀 呦 那怎么办呢 那家住古楼兮 嘿 跟着玩儿子家 太后问慈禧 嗯 你 叫什么呀 嗯 玉珠 嘿 看着真寸啊 咸峰问慈禧 你叫什么呀 慈禧 你叫兰儿啊 回兰儿不行啊 哦 对 落不出牙来 我叫小兰 呦 不会这个 连名都改了 还不问慈禧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啊 父母 那咸峰也得问慈禧啊 是啊 你 家里有什么人呢 慈禧一想 我爸爸死了 光剩下妈了 呦 那怎么说呀 妈 母 母 不行 这俩对都落不出牙来 哎 有了啊 妈跟姨 亲身先饶上了 黄大后一看 问得差不多了 决定吧 立谁为后啊 按规矩呢 皇上把这个 碧玉如意赐给谁啊 谁就是皇后了 对 可是这说呢 皇上犹豫不定 前锋为了难了 怎么呢 自个儿呢 喜欢慈禧 太后呢 喜欢慈禅 到底给谁呢 是 拿着那个玉如意啊 是左右为难呢 一边琢磨该怎么办呢 一边嘴里头那就念叨 谁当皇后 谁当贵妃呢 慈禧那正琢磨着 慈牙的字呢 赶紧搭筹了 我当贵妃 慈牙的字啊 皇后可归此啊 不咱咳 视频压